学童用水枪猛攻小林老师毫不留情 小林老师也被迫回击 双方你来我往 没有丝毫的火气 只有清凉感和欢笑声 快要开学了 仁爱区花岗里以及花岗社区 特地在爱九路37号附近空地 举办泼水凉一下活动 让里内学童和民众大小朋友 抓住开学前夏天的尾巴清凉一下 更邀请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林沛祥市议员参加 本身也是大学讲师的林沛祥对战学童 来一场老师和学生间的师生大战 这是我们一年一度花岗社区发展协会 所办的这个玩水磋锅水节活动 那主要呢就是利用我们这边复兴路一号 这边的小空地 然后让所有好朋友在夏日连演的时候 然后一起来轻松一下玩个水 让大家都可以像大朋友小朋友一起 一起同乐 那基本上来讲 这是我们现在基隆市最重要的共荣共好的一个环境 那在这边感谢江永国里长的大力协助 然后让我们这一个仁爱区的花岗里 这边有一个很不错很特别的夏日活动 不少民众也带着自家小朋友一起参加增进亲子关系 大小朋友们把握难得的机会 开学前用水互喷清凉一下 欢笑声不断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